大家好,我是QQ 我們來到今天要講兩個文型 要講哪兩個文型呢? 首先,一個很簡單 就是 前面就是動詞的白型 或者動詞的內型 就會選擇 大家知道Yokata的意思是好 所以整個解釋就是 要是甚麼就好了 如果用內型的Nakeneba 就是如果沒有甚麼就好了 這樣的意思 在口語中 NakenebaYokata 簡化說成NakiaYokata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例如第一句 先週の学園祭は本当に楽しかった Suzuki-kunも参加すればよかったのに 上星期的學園祭は本当に楽しかった 如果寧木にも参加 就好 這樣的意思 這裡表示 例如說話人 沒有做到前面說的事 後悔 有軟識 感慨的心情 然後第二個文型 我們看看這個Buri 它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 就是前面跟著名詞 後面跟著Buri 或者Buniri 它的意思是經過... 之後又... 即是 接著這個時間的名詞 之後 隔了這段時間 之後 就會重新做某件事 大家好像不太知道 但其實我們看日劇 經常聽到這個文型 例如我們看看這句例子 彼女に会うのは十年ぶりだった 時間十年 就跟他重逢 這樣我們看日劇的時候 都聽到不知什麼 久不り 這樣的意思 第二個解釋 就是 某某某樣子 或者某某狀態 前面都是根名詞 或者是動詞 MASUGABuri 例如我們看看 第一句 Kane no hanashiburi ga gini inanai 不喜歡他講話的口氣 即是可能他很囂張 所以你不太喜歡他 如果不喜歡他這個樣子 你就可以用Buni的文型 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明天再找其他文法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然後你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如果你想每天找文法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一起努力啦 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拜拜